而在信源岡基地这里 空军正在说明最新的搜救进度 联系给记者叶甲文 石膠靶场舰艇在搜救换位是以石膠靶场为中心 半进无理范围 那有关飞机的搜救范围在 以石膠靶场为中心半进十里的范围 目前是整个搜救范围是这样的 请问记者夏宇先生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主任 您说上个月的时候 那同行的飞机就有出现状况 一直没有检凶 是导致这次营造的什么状况 这里在此做郑重的驳斥 那有关F5的故障 我们在当时的时候已经停飞三天 然后做前面的特检 然后也请庄科研做协助 然后目前这个故障都是改正的 请问请问一下 那两名军方他们在军事 军事业务之前就在军事业务 好的 目前军方是表示了说最新的搜救进度 军方也是把握黄金719小时的救人 而不过目前是陆续打捞出部分的飞机残骸 但是目前仍进一步的发现 而不过军方的人是不放弃的海陆空全面搜索 并将这些找到的残骸来进一步确认 并且了解真正的实施原因 好的 目前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讲给同类主播 好 家伙人这边 带我们来看到在清闻钢机这边 那么空军说明现在进行的搜救进度 不过只是在扩大搜寻的范围 但现在为止并没有实际上更多的发现